你好 今天来聊一个网友给我发来的邮件 他本人现在还在中国 但是他现在有机会出国工作学习发展 但是他身边也确实有些犹豫和纠结 那么也想听听我的建议 咱们先来看看他的邮件 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聊 他是这么说的 洪哥您好 很高兴在YouTube上面看到您的视频 看到您的视频使我受益良多 现在我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想请教 谢谢 您客气了 谢谢您对我的表扬 继续 我是一名工作了十多年的护士 现在43岁 因为一直我想去国外看看 想体验在国外的生活工作的情况 所以这几年也一直都在关注 关于护士出国的一些项目 前两年我就关注到了 有一个去芬兰的护理留学项目 留学期间可以带小孩去芬兰免费上学 配偶也可以去那边找工作 学习加工作四年以后可以获得永居 毕业之后同时拿到护理学的一个学士学位 和护士的一个职业证书 可以留在芬兰大概率就是在首都地区工作 赫尔辛基那一带 那么今年我参加这个项目的入学考试 现在收到了芬兰 他给我写了某一所大学的offer 这个大学是很不错 很厉害的 但是现在到了我真正能去的时候 我又有点犹豫了 不知道该不该去 如果去的话 这边要辞掉辞职 现在的省级三甲医院的工作 相对来说 我现在的护士工作也还好 不需要上晚班夜班 收入在护士这里面也还不错 我爱人他也不是特别赞成我去 考虑到我现在都四十多岁了 他四十三 自己现在是富高支撑 护理硕士 觉得去那边有点不划算 不合算 他说不合算 而且芬兰那边的护士工资 也不像美国澳洲那么高 可能比我现在多一些 但是不会多很多 而且还要新学一门芬兰语 但是我对我的学习能力 还是有信心的 在那边学习期间 学校是英语教学 只是这个芬兰语是必修课 就是他毕业证 必须得芬兰语哪个级别 必须得考过 应该是这个意思 如果去芬兰学习这个项目 我还是有优势的 压力不会很大 而且在两年以内 就可以修完主要课程 主要的压力是学芬兰语 之所以去选择芬兰 是因为我喜欢芬兰 比较向往那个国家 而且护士工作相对来说 比国内轻松一些 还可以带孩子 小孩免费就读 听说芬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好 我也想带孩子一起去学习 但一想起我爱人 他可能不会去 他觉得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不是很合算 但我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所以真的是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去芬兰学习 他说还有一个问题 也想请教 他说因为我本身学护理专业 今年也考了一个澳洲的 澳大利亚的 注册护士的理论资格也通过了 现在我只要通过 他已经通过了一个 他是一个挺长的OBA 注册护士项目 已经通过那边理论考试了 接下来去澳洲要考技能操作 只是现在旅游签证比较难 他可能就在排队申请签证 去澳洲考技能去 如果通过了理论和技能考试之后 再通过语言考雅思到一个级别 就可以直接在澳洲工作 做护士了 所以现在他说我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 第一 我要不要去芬兰留学 通过两年的学习 获得学士学费 拿个注册护士的资格证 然后就在芬兰工作 第二个呢 我去澳洲的话呢 不需要留学 可以省一笔费用 不过呢 语言也不容易 英语他要他的那个级别比较高 而且呢 时间比较紧 澳洲的要求呢 是在45岁之前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两个顾虑啊 另外他说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爱人 他给我写了有一种慢性病 有一种慢性病 也不是特别严重啊 但是要要要要及时治疗 要长期有一个慢性的一个治疗吧 他说最近一年呢 有一点变化 现在呢 正在接受一种慢性治疗啊 他写的 我就不暴露人家这个了啊 未来呢 可能还有一些手术措施 其他的身体情况 倒还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爱人呢 目前也还在稳定的上班 工作呢 也比较稳定 所以呢 看起来呢 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 我内心呢 就比较纠结 我是想出去看看 我爱人呢 他也尊重啊 说 尊重我内心的选择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比较犹豫 所以他发来这个邮件呢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首先说 这位网友呢 您很棒 很厉害啊 就是您的这个职业能力 学习能力啊 都四十多岁了 还考试能内 我觉得这真是不错啊 这挺厉害的啊 所以呢 我给他一些建议 因为他的这个事情呢 专业性还比较强 所以呢 我也呼吁呢 在这个北欧的啊 尤其在芬兰的生活工作的网友 或者您在那做护士的呀 给些建议 或者您在澳洲啊 做护士的 做护理专业的 这个网友呢 给些建议啊 我先说我的建议啊 第一个呢 我说第一啊 不要舍不得 在国内的舒适区 出国 坚决一点啊 因为他这个描述当中呢 就是比较典型的 他现在在中国呢 是比较舒适 舒适圈嘛 他自己的生活也挺稳定啊 又是这个级别的护士了 我在去芬兰学 就好比是呢 你在中国当一个高级主管 但是你跑到芬兰去 就当个普通的职员 你愿不愿意认投啊 就这么个意思 他的中国都已经是 辅高级别了 到芬兰呢 就是一个入门啊 你在这个军队 可能是一个团长 到那军队就普通士兵 你能不能认投啊 所以呢 这个我说 不要舍不得 在国内的舒适区 至少从您现在的描述来看 还是稳定的 这是我的建议啊 这是我一家之言啊 但是我的建议啊 就是大方向要出来 放下那些舒适区 有很多时候 你出来一段时间以后 才会体会到 决定是明智的 第二建议去芬兰 不要犹豫啊 这是你的内心向往 要坚持你的理想 芬兰和澳洲比起来 你对澳洲 无感 只是澳洲呢 有工作机会啊 再有一个呢 他不用这个 接着去上学了 到了就上班了 直接工作了 但是澳洲又不是你的心灵所想 又不是你心中向往的那片土地 那么就去芬兰 第二去芬兰 第三 最好全家一起 但如果在具体操作上 您爱人不能一起同行 也可以等你先安定下来 再分步走 后来呢 他还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啊 他有两个孩子 老大呢 上初中 老二上小学 所以我就建议呢 您可以先带老二去 因为他同时带两个孩子 真有点吃不消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小孩子上小学啊 学校呢 也会安排的非常的 这个完善 所以我就建议呢 您可以先带老二去 先稳定安定下来 再把老大接过去啊 就是老大再接过去读高中 然后再您丈夫再过去啊 分步走可以 第四 像芬兰这种国家 他的福利和保障 未来对您爱人的身体治疗 康复 也会很有好处的 不管从费用 还是从医疗手段上来说 都有好处 这是我的建议啊 这是我的理解啊 第五 孩子在芬兰上学 是非常好的成长环境 为了孩子 不要犹豫 第六 以您专业的背景来看 在芬兰会有很好的发展 同时 如果有在芬兰读书啊工作 或者说你有芬兰的这个 这个职业资格证 那么你在转其他国家 我相信也很容易啊 你就拿着中国的这个护士 你到别的国家 他不认啊 你在这个 哎就行 你在芬兰我相信你 比如说你再去挪威啊 瑞典呢 丹麦呀 北欧四国嘛 都会啊 你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我相信都会有帮助的啊 他可能都会认 但是专业我不懂啊 我觉得可能会认啊 第七 当然澳洲也不错 但是你内心更向往芬兰 这就不一样 个人理想会给你很多的精神动力 这个呢 我举一个小例子 我有个朋友 当时啊 他就有机会去日本和新西兰 他就喜欢日本 看动漫的什么 但是新西兰的条件和开的那offer也足够高 犹豫犹豫犹豫 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就学日本呢 我说你不上中学就喜欢日本吗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就觉得选择对了 我到了日本之后才发现 还有很多无数的宝藏 又让我喜欢这个国家 所以你喜欢那儿 你就会付出努力啊 你会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啊 这是我说的啊 一些这个信息和给他的建议啊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值得您深思和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呢 您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舒适圈无法放弃 您现在的职业 包括职业级别的level已经还不错 所以呢 你到芬兰去一个小护士开始做起 你能不能认同 而且你也提到了 工资并不比我现在多很多 您就不要考虑工资了 你去芬兰就是一个家族迁徙的功能 你一人推门 全家迁徙 你是你们家族后代的第一代移民祖先 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 这跟那工资多挣两块八块的 没有关系 你要把它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考虑啊 所以呢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那么有几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心理落差 这一定会比较大 因为你在中国一个省级三甲医院 当过这么多年 十多年的你是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护士级别啊 你到了芬兰一看 也许到那你给他打针吧 给他我瞎说啊 给他磨点药水啊 给他抽血 哎呀你会觉得这么基础的事 你用着我这个级别level来干吗 你可能有这种心理落差 你就降格了 职业技能和级别可能降格 这个东西是最大挑战 我觉得这是最大挑战 因为你在那个圈子里面啊 你前呼后拥的 咱说不上啊 但是人起码也尊重你这个在单位啊 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 你可能也叫老师吧 张老师王老师 你到那变成一个小兵子 你能不能认头啊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的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啊 就吴秀波和汤伟演的 那里面的角色呢 吴秀波呢 就是北京府外医院的一个什么主人 好像还是什么医师吧 就是人物背景啊 电影里面 他到了西雅图呢 他就得从头去考试啊 从头去考 人家不认他这个背景啊 他也亲眼目睹很多专业技能上的事 他觉得这个应该这么干 他的判断是 人家老外根本不听他的 你能不能认头 这就是心理落差 我觉得觉得对你最大的挑战 是心理落差问题啊 第二一个呢 就是体力精力 毕竟您现在43岁 有的时候适应陌生环境 付出的体力精力这方面 在这个年龄可能是个挑战 这是第二一个啊 第三一个呢 我觉得是你爱人 您丈夫他的心理落差 夫妻关系 家庭再平衡 他能否适应 也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他在您的描述当中呢 您爱人好像也是在医院啊 也好像两个人在同一个职业吧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医院啊 也是做医疗这种工作的吧 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么如果您移民啊 以您是一个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的话 你们家庭的平衡会打破 那么您爱人呢 又有这种需要慢慢调理的这种慢性病 他如果来到芬兰 他能否尽快适应 能否接受你是家里的收入主力 这是一个未来的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的一个家庭再平衡问题 这个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可能现在你老公默默的支持你啊 我太太他追求理想 他为了家好 为了孩子好 我支持他 但是慢慢的这个平衡 如果一旦打破 你在芬兰啊 天天忙碌啊 你是上学了 你是每天工作实习了 又弄孩子了 你可能挺辛苦 你老公呢 在国内啊 可能他还理解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东西呢 需要调整 注意啊 这个要做好思想准备 还有第四个挑战呢 就是家中的老人 因为43岁啊 跟我差不多 你比我小两岁 那么家里的老人到这个时候呢 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这个阶段 那么老人还 就是我通俗点说吧 还能给你多少倒计时的时间 给你飞翔的时间 因为如果家里有老人一天一天身体不好 你做出远走他乡 为了理想 为了这个自己的决定 你会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他们可能也会拖你后腿 所以说你在医院挺好的工作 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你到那儿当个小护士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 咱这省级三甲医院 有房有车 孩子也不错 咱缺你什么了 你非得往那儿去 他不理解 所以呢 这个老人也是你要考虑的 就是他能不能给你充分的 给予你飞翔 让你稳定住了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过程也很微妙 当你稳定了 你再把他们接过来 或者你再回去 有时间随时回国去探访他们 照顾他们 你都会稳定 但是就在这一个积累 或者说呢 这种飞翔起飞的这个阶段 过程当中呢 你会比较麻烦 你这边上着学 弄着孩子 老人那头可能又身体不舒服了 你又担心那个 你就觉得特别的 心理摧残 你说我原来在一个省级三甲医院 我当护士 人输地输的 我爸妈谁身体不好了 有心情 我直接联系 我同事就安排病房了 都能安排你 这我现在在国内 哎呀在国外 怎么怎么样 这个 是需要您考虑的 第五一个呢 就是您离职的时候 我不知道医院 会不会还有一些 其他的相关事宜 因为有的医院呢 还得写这个保证 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他毕竟还算 算是体制内嘛 省级三甲医院 这也算体制内 有些是受卫生局 现在可能还不知道 受哪管理 是有这个问题的啊 所以呢 这些需要您考虑 我觉得 最大挑战 就是心理落差 体力精力 还有家庭关系 就是老公啊 您的孩子 我觉得完全不用考虑 孩子 非常快能适应 你放一百个心 你不用担心 哎呀孩子那不是 越小适应的越快啊 您那个老大 等你在芬兰稳定下来 把老大接出来上高中 我估计可能比老二慢一点 老大可能得慢一点 适应啊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未来 都会感谢妈妈做出的这个决定 尤其他们在中国上过学 他一定会感谢你 把他们带出来 这就是你为你的家族 做出的迁徙功能的一大功绩啊 我举个例子 我有朋友 他呢 回中国 他在美国呢 挺辛苦的 但是他有 他是一个女儿 两个女儿 他挺辛苦的 他挺辛苦的 然后呢 他有一次回国 回来之后就跟我说 我这次回国 我才体会到 我真的必须在美国 忍着 熬着 他觉得他不幸福 在美国的这个工作 但是他说 我唯一看到我两个女儿的 这个开心的笑脸 我就觉得值得 包括我这次回中国 跟我同样年龄的朋友 他的孩子 也上中学吧 说我那朋友的孩子 言谈举止 哎呦 小社会人 我一看这未来不就是一个 哎呦 就是那种 真是看着没 他就没什么出息 感觉怎么就这个眼光啊 什么这 言谈举止 就有点小市民 小了小气 他说你看我这两个孩子 我通过他们 在美国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微笑 他的一天天的强壮 他的思考 他的见识 都远远的 高于我在国内朋友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我在美国人的值 为这俩闺女 我觉得值啊 未来他们还会努力要上好学校 怎么样 他就觉得这就值得啊 因为你孩子的眼界和思维方式 与这个世界已经同步了 而且你北欧这个像芬兰这个 北欧四国 芬兰瑞典 挪威这个这个丹麦 那都是常年什么什么经济指数了 什么发达指数了 什么民主自由指数了 安这个媒体什么环境保护了 什么这各种永远排前十名的 那那永远排前十名 那北欧四国呢 这个星球上的顶级生活环境 你还有啥可犹豫的啊 有这种机会啊 有很多人考不进去呢 你有这个机会 另外呢 这个这个网友呢 还挺有意思的问了我一个问题 另外我有点小小的担心 芬兰呢会不会打仗 这个问题呢 我就不不回答您了啊 您就我的建议呢 就少看新闻联播 少看新闻联播 少看什么观察者网 少听胡锡进他们的胡扯八道啊 您啊 到芬兰生活一段时间 您再回来看啊 您自己的这个提问 我就当您是个开个玩笑而已啊 芬兰是去年加入北约的 芬兰的赫尔辛基距离 这个这个这个圣彼得堡 就四百多英里 看起来很近 但是我告诉你 谁更害怕 俄罗斯更害怕 圣彼得堡吓死了 莫斯科吓死了 普京更害怕 芬兰怕什么 芬兰加入北约怕什么 把普京吓死 你打仗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解释了啊 您您就出国慢慢体会啊 所以呢 我的建议啊 就是以上这些 另外呢 呃 最后总结 您个人觉得这件事值不值得这样付出 拿全家的代价 您一家四口的啊 您和爱人还有两个孩子 拿全家的代价来做 值不值得 您老公的配合度支持度有多高 老人的倒计时给你的飞翔时间有多长啊 你把这几个问题呢 综合考虑一下 我帮您考虑呢 我是觉得值得 我的回答回答是值得啊 主要其他的您的家庭情况 您自己去考虑 因为尤其两个孩子啊 包括您老公的这种慢性病 你到国外 你更不用担心了吗 你更担心啥 所以呢 这是我的建议 那么在分 在芬兰的网友 您如果在那生活工作啊 也给一些建议 如果在澳洲的 网友您做护理的 是否也给些建议啊 这是我的呼吁 也谢谢这位网友啊 这个向我发来的邮件 感谢您观看我的频道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